今天我是用一個去寫一個劇本的角色 或者是去建構一個故事的這個 或者是去思考 就是我想要去問 因為我還沒上課這本小說 但是我想要去問說 因為今天在場有律師跟創作 兩位創作的 因為一個比較是第一現場的 一個很直接有證據的一個 看到第一現場兩個人 跟一個之後要做一個像後製 還有一些點進的部分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想要先問 就是說你被接受 這些創作者要拿那些題材 或者是說那些證據的時候 你會怎麼去提供 或是說你會完整的講完嗎 就是創作者要去跟你拿 這些題材的時候 你是怎麼去給你的 然後我想要問兩位創作者 就是導演跟那個問題 就是說 當你們拿到這些題材的時候 你們怎麼去整理跟編輯 以及去篩選你們需要的東西 去建構整個四個月子 好 自己要把題目記下來喔 好 好 而且很大的是題目 不是很大嗎 我是比較好奇的是說 像 這邊就有六個故事嘛 那其實應該還有很多很多 就是像這樣的元然在發生 那到底是怎樣的襲擊這些東西 才不會被大家看到 對我覺得那個是一個蠻 蠻讓我好奇的一個部分啦 像剛剛就是 正經的案子是 警察官自己提出來的嘛 那其他 其他有一些案子 其實他可能還是躲在那個角落裡面 但是不會被人家看到的 那這個東西叫什麼 大家要再浮出來 對我覺得這是 就是要把這些事情 讓大家知道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對 是我的問題 謝謝 好 這應該是問題 對我等一下很快去回答 我覺得 我對於改編真人實事這件事情感到好奇 因為我們都是 不管是紀錄片 或是虛弱小說 我們based on 一個真實的人 那我很好奇 你們在處理這些素材 對這個 人本真實人 對人的 民眾的界限是怎麼想的 我先快速的回答 他的問題 就是 今天沒有要站face 但是我覺得很多人會講說face不應該談冤案 那冤案就是冤案 他可能要談司法改革 不會 不應該談到face這件事情 像英文會這樣說 但是我必須要說 如果 當然裡面有些是死刑案件 有些不是死刑案件 但是如果不是face聯盟的話 沒有人要看死刑的案件 我的意思是說 冤案不是那麼容易的 就砰 你就是找到了冤案 那 這些案子在我們手中 我們花了很多的力氣 花了很多的時間 而且一次看看不出來 再有一次機會 再看第二次 再看第三次 證信責案事實上 他就是在 好多次機會沒有看出來之後 在2010年因為執行死刑 那時候我們非常害怕 君芬就跟我講說 我再幫你看一次所有的判決 然後才在那次 更覺得證信責案怎麼看怎麼怪 雖然在這之前 我們已經試著想要 就覺得這個案子有問題 但是沒有那麼的清楚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當然在那證信責案之前 是他2006年就已經判決確定 幾乎已經開始要準備執行死刑了 但是因為那時候 台灣聽是執行執行 所以我覺得他是非常多的幸運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幸運的成分 可能占最大多數 因為雖然有一些人努力 但是為什麼 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行 然後當然我覺得 檢察官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臨門一角 因為台灣過去要提再生 真的沒有人讓你律師 但是檢察官提 之前律師提過幾次再生 非常上訴 不會有人理他 但是有一個檢察官 他願意打開他的眼睛 去看這個資料 而且最後還願意提 真的是一件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 但是在那之前有更多的努力 才讓那個問題點事上被看見 包括有專業見識人員 那這只是其中一個 就這麼難了 那在路上事實上 我們剛才講的 邱和遜或謝志宏 這死刑的冤案 以及我們事實上目前在 費死聯盟在處理的 還有我們覺得可能是冤案 但是他還處在那個 不是那麼清楚看得出來的狀態 那當然平原處理的 不僅是死刑的冤案 是所有的冤案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那本書裡面 也有其他的故事 我覺得真的非常不容易 所以如果大家 你覺得 譬如說你對我學創作沒有興趣 對進入片拍攝沒有興趣 當律師可能也沒有興趣 我覺得你可以當赤工 就是我們現在很想 做的一件事情 我們一直在講 就是說我們希望一般人 都可以了解判決 然後可以看得懂個案 那 捐分他自己原本也不是 法律被責的人 那紀月君 他們都不是啊 但都能夠處理相關的案件 就是司法改革 或者是冤獄平反 或者是廢除事情 絕對不是法律人的 就是法律人的事情 對 好 那 好 對 呼應一下 但為什麼說 80年代我們的書在非常少 因為能夠拍攝影片 拿攝影機跟拿比的人 在以前就是有權力的人 以前的權力當然非常單一 那 看判決去找醫院真的很困難 有一個可能是因為 那是法官寫的 所以他就好像 導演講 他是只有一個dimension 因為他當然要 他有一個結果啊 他有一個結果 要讓你知道說他是對的 所以 你很難 單從判一個判決 你要判權券 那權券會 非常不好判這樣子 所以 你要來當事工 然後你要一直保持清醒 然後 說不定你會看到一些特別的東西 這樣子 那 這一則其實 高度可能 可能可以成功 但是 還不知道 要10月26號 早上11點 你才會確定 而且 而且 可能 說不定 如果有人上訴 那也還 實際上 它有高度可能 所以在這個 判決確定之前 我們當然是 站在 編護人的立場 緊張提供資訊 讓大家知道說 發生什麼事 那 我必須講說 一個判決 判下來之後 如果 下判決的法官 辯護的律師 還有被告本人 他就會離開那個判決本身 那個判決本身 就變成一個文本 會讓其他人去閱讀 那 所以 當然它可能有 各種不同的 說法 看法 跟解法 那 所以 一個真實事件 如果被改變 我覺得有點像是 跟莫福所講的 就是說 我們當然每個人 可以對一個判決不同的看法 然後我們互相交換想法 然後我們覺得 哪裡可以修正再往前走 那可能是在文學上的進步 社會上的進步 或是司法當中的進步 都有可能 所以 當然有不一樣的 虧 不一樣的眼光的人 來看一個判決 是非常重要 好 好 好 首先 同樣一個問題 就是 剛剛有個 有個聽通在問說 律師給資料 作者怎麼去篩選 的問題 就是 嗯 我作為一個 剛剛這樣脈絡談 討論下來 一個 有 一個在拍紀錄片 可是在思考如何 假設 我就說我在思考如何 要在這樣子所謂的 計時的脈絡下面 去 做出一個 嗯 虛構的東西 其實我在整個 例如說律師講這個 過程當中 啊 案件是一個高牆合作 可是案件其實 反而是我在這段過程當中 嗯 就好像 剛剛莫福又講 很多人寫作是那個謎團 對不對 那個 因為法律有太 他有太多問 我不知道的東西 所以他那個時候 對我來說不是一個謎團 他是一個困 因為我有個東西不理解他 可是 可是在我們拍紀錄片的 過程當中 事實上我們一直在意的是人 不管是 徐志強 律師 或者是法官 或者是檢察官 我們其實都是想要做 就是 想要把它看立體一點 嗯 就是 例如說檢察官 我們當然就現在就會去講 檢察官他其實有他的結構性壓力 他們有所謂的檢察一體的體系 他會被他的主任檢察官所影響 那他們到底是 就是說 我們要描寫 就算描寫一個體制的人 你也要把那個體制 那個人在那個體制裡面 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 你把它描寫出來 然後他 他不只在那個體制 他有他的情感 他有他的感情 他有他 人生狀態 其實我會想要知道更多這個東西 那事實上 好 以徐志強案來講的話 我們對於另外一邊的這個法官 跟這個檢察官的這邊 其實了解真的是非常有限 可是就 徐志強這邊的律師而言的話 他們其實就 徐志強律師有三位 原案律師都有很多位 那 可是他們就代表著不同的 呃 狀況 除了他們會跟你講案情以外 案情大概 聽他講你都會 你就慢慢補足了 你對這個案情的理解 大概這個東西是一定會的 可是事實上 你在看這個每個律師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的性格 這個其實反而是我們在做採訪協助的時候 其實最 最 最 最想要去瞭解 而例如說 徐志強的掌揭者會承接弘律師 他是 一開始 就是 青色的律師事情接到的一個案子 然後他是 他本來的那個是 那個事務所裡面是一個 法官退下來的人 然後 就是 就是開了一間事務所 然後 他是一個 剛考上的一個青色的律師 就接到了一個司機刑案 然後 然後 造成他以後都不接行事的案件 他就 就是 都不接行案 然後跑去都接民事了 可是 你可以從 像我進入院 還是有再去捕捉 他 從一個 開始接到這個案子 然後到時候到 徐志強實際定院 然後他也 不知所措 因為他也 不知道 可以再做什麼努力了 然後找到司改會 然後司改會 有 有律師 林詠宋律師 跟 游國祥律師接手 那他們分別在案件當中 也扮演了 不一樣的位置 像林詠宋律師 他就是一個 氣勢非常強勢的 我們裡面有截錄了幾個 呃 林詠宋律師 他在法庭上面 跟法官公訪的一些段落 就看到這個律師 一定被法官很討厭對不對 他就很強勢 那 游國祥律師 他是一個 很穩定 很穩健 然後 他在徐案裡面扮演的是一個 呃 那個事件案的一個推手 也是扭轉了整個徐志強案的一個 一個關鍵人物 然後 他的人的樣子 你就看到他是一個很 很穩定的一個樣子 然後 那個情感性也是非常強 所以其實我們想要在影片裡面去 不只 不只了解案情 其實 要去捕捉的其實是這些人的 參與這些事件人的那些樣貌 那只是當然在影片裡面 他可能 還是只有一點 所以 會想知道更多 然後看怎麼樣去 呃 把一個人的樣貌給構築完整 那包含著其實 以後當然你要選擇虛構的 你對檢查體系 你對法官的體系 為什麼不會這樣 你也是要去了解 或是把他們當作是一個 鐵板一塊 他們也有他們的問題 那要怎麼樣把這個 他們面臨的問題 其實彈出來 你才有辦法其實也讓 你的讀者裡面也可能包含法官 包含未來可能會變成檢察官 對不對 那他們怎麼知道台灣這個體系裡面 他們其實變 而不是只是把它給 所謂妖魔化 或者是說醜魔化 其實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 即時的 你要去處理的東西 那我先講一下 你的問題因為比較大 我放在最後一講 剛才其實我跟世祥大概有聊過一下 他們到底怎麼去發囑那些暈案 有些部分他們是被告或者是 對就是家屬喊冤 但有冤的人喊冤 你冤的人也喊冤 就是你就有罪的人也喊冤 所以他們接到的時候 他們不見得每個都會受理 他們會再去調查 但是我覺得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就算應該還有非常多的狀況是 不見得有喊出來的 對 那也不見得 我覺得不管是Base還是平原 他們可以在社會 司改會 他們在社會上有更大的音量 讓更多人知道 當然也會招致更多的批評 那 對就是我第一次遇到經理的時候 他們就跟我說 有人前幾天剛去撒過冰箱 就是 讓越多人知道可以去找他們 這是一個好事情 那另外一個就是 讓越多的人去關注 說其實有這些事 如果我們 聽到或者是我們知道了 可能需要幫助的狀況 或許我們可以協助他們去找這些人 那到底這些會不會成案 我覺得還是要看專業的判斷 對 那也不是我們就可以決定的 但是有些是 我覺得是這個情況 我覺得最好的狀況 應該是我們盡量去讓司法 回到一個更 不會更減少出錯的狀況 這才是比較根本的事情 而不是我們後續在做 很多古舊的處理 上次我跟小基在台北對談的時候 就有一個聽眾問說 有沒有可能有一個 有冤罪的人 因為證據 不是 因為有罪的人 但是因為證據不足 最後平淵的律師在幫忙之下 把他放出來 我說那當然有可能啊 不一定是如果你一開始證據不足 你就把他判進去了 那就表示你的司法 這個流程是有問題的 要去改的一片司編 你不該來找平淵律師的麻煩 這是 這個問題是不對的 好 然後另外這邊 這位問到的就是 對改編的 當事人 要怎麼樣處理 有情緒問題 對他們的某些 處境 或者是對他們的某些描寫 是不是可能會有一些 就剛提到 可能會觸犯到他們 或者是惹得不快之類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有幾件事情 一個是 這跟最後要回答那件事有關係 我們在選財的時候 以我的狀況 我覺得小基的狀況比較不一樣的是 他那個是紀錄件 當事人知道自己就是被拍攝的人 所以他那個處理狀況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理論 不管不僅是徐自強 就裡面每一個被拍攝的人 被錄音的人 他們都知道這個是 片子裡面會用上的 所以這個狀況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的狀況比較像是 我會先選擇我到底要講 利用這個故事講的是 哪件事情 以一個 許之強 這樣案子來講 不太可能在一個 短篇小說裡面 把所有東西都塞進去 所以一定是要找一個 我認為 這個故事 這個件事裡面 爭議最大的 或者是我最希望透過這個 過程讓大家看到問題的那個點 把它拉出來講 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他的部分 就包括當事人的描寫 包括 反派人物的描寫 那個就會盡量去圍繞這個東西去做 我會帶著靜音 輕鬆 這故事是輕鬆 但不會用戲內的方式去講他們 所以大部分 大致上的狀況來說 我覺得尊重是會有的 那 如果把另外那一邊 就是不同意見的人習了 也立體起來 其實讀者們也會知道說 並沒有把這個 用一個 偏寶人眼光 在處理這些事情 每個人做 每個角色做每件事情 就算它看起來是不對的事情 它一樣是有它認為對的理由 所以這個東西會讓 一方面會讓故事 感覺上是比較立直的 比較多面的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是可以減少正義的 然後 最後的最後是 我認為如果有當事人 對於這個東西 並不滿意的話 無論我什麼情況都會不滿意 那既然我要做這樣的事情 我就會面對這樣的狀況 就是當有人 如果有人會認為 他必須要抗議 那就衝著我 就是這樣 那中間前面能做的 包括請欣怡跟思想 去讓 就是去跟當事人說 我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前面該做的 預防工作是有做過的 然後在處理題材的時候 該有的 態度 我覺得我是有的 那 至於後續到底 就跟 就跟 故事裡面的阿葵一樣 就是每個人 作者都覺得自己寫得很棒棒 阿葵就會跳出來說 你這寫得很爛 永遠都會這樣 阿葵講的可能是有道理 但是不見得每個讀者的回應 都會是有道理 當有讀者認為說 這就是牽涉到他 尤其有些狀況會是 某些 沒有指明說 這個是改編自什麼 真實事件 就算那是虛構事件 的小說 都還會遇到讀者說 你這個就是在寫我 對不對 這樣的時候 你完全無法預防 那個就是這樣 然後最後是這個 這是大問題 這個其實我在第一次應後 就是看紀錄片的時候 其實跟小雞大概聊過一些這樣的東西 講故事啊 我覺得不管是紀錄片也好 紀錄片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你的觀點 講的一個事實 或者是虛構的東西 像我這樣的作品 你到底想說 我要透過這個故事 要說的到底是什麼事情 我們今天拿到了 100個材料 符合你要講的這個主題的 適合放進來的 可能只是其中的10個 其他90個人就是白者 你就把它拿掉 然後你去 它不見得沒有用 它其實不適合這個故事用 不要 因為去採訪 去做天解調查 去搜集這就是很耗時間的事情 你會覺得這個東西都好重要 我應該都把它留下來 你可以把它留下來 但是不要把它放在這個故事裡面 它如果不適合這個故事 就不要放 那 當一個故事的主題確定的時候 你會想到說 這個適合用什麼樣的角色 然後去講它 要發展什麼情節 去呼應那個主題 要在什麼樣的場景當中 發現這個故事 發展這樣的情節 這個東西慢慢的兜起來之後 我再回去看 我搜集的題材裡面 有什麼東西是適合放進來的 有什麼東西是不足的 我可能要再去找一下 那找到新題材 有可能 因為你發現跟原來想像的不太一樣 你必須要去修改 自己原來寫的東西 就是寫的大綱 或者是設計的東西 或者是 有哪些題材是 當初找了一大堆 那可能有 可能有很多都是不太合適的 那個就要把它分類分出來 然後不合適的 就把它圍長放成 以後可能可以從裡面 再找出新的東西來 那 呃 就是日本的漫畫之神 他說 他年輕的時候 有一次 為了 有人在蒸稿 那他晚上 趕著去畫了一隻獅子 然後塗完了顏色 隔天要送去 就送去動畫公司 要去 應徵那個工作 然後呢 但是 他們小時候的那個 燈光是黃色的 所以他塗錯顏料 他把獅子塗成白色 但是他在那個燈光下 看起來是黃的 好 然後他隔夜早 發現那個是白的時候 他覺得糟糕了 來不及改 他就印著同意表 把這個獅子送去 然後結果他就被打回票 那個看的人說 世界上哪有白獅子 就把他打回票 所以我們之後 把他拿回來之後 就知道這個東西 至少在這次的動畫裡面 這次 這個角色是不能用上去 但是他就想說 難道真的沒有白獅子嗎 說不定有吧 他就先把他收起來 許多年之後 這個白獅子 變成另外一個動畫的主角 就是 索隆斯東說的 是 我一直覺得 在黃色燈光下 把白顏料拿出有可能 但是顏料上面明明就該寫了 這是什麼顏色 補錯好像不太可能 所以他有點壓迫我 但是 就他自己寫在書裡面了 我覺得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就是 所有的練習 所有的資料收集 都是有 都是有用的 他只是不確定 不見得在你這次作品 就會用得上 但他都是 有用的資料 所以我覺得 對我們自己的 人生歷練來說 就像我跟小季 不是法律出身 但是我們在做這件事之後 對我們 對這些事的看法 其實是慢慢會有一些 另外的注意點 對 我覺得這是對我們 是一個好事情 對創作者來說 好 嗯 我本來想要讓我打算這個問題 但已經沒有時間 因為現在已經九點半了 所以我們 給這三位 五江準一個熱烈的掌聲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就是 大家如果 我想要買書 然後要給那個 作者簽名的話 那後面有書 一本是250塊錢 然後我們可以在前面簽名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也可以幫你們零錢 就是那邊有零錢 或者不是零錢 就是投到這邊 捐款一下 那這是台中折五 因為他們義務辦這麼多的活動 那他們的確是需要經費 而且他們都是靠職工在經營的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台中折五 那就最後給大家自己一個掌聲 謝謝我們帶到這邊 謝謝